乳房重建是要自费吗 他就跟他先生说 使用者付费 你要付钱 后来他先生也说 这么小我为什么要使用者付费 然后他也气炸 他跟医生说 我根本对乳癌之际是不在乎 我就是要乳房重建 你怎么可以搞得比我原来还要想去 得的时候大概结婚三个月 就是有一周 你还在适应这个身份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癌症患者 然后对我先生来说也是 他也还在适应先生的身份 然后医师就通知他来说 你这个先生 你先生的身份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病例报告 我其实看了 荣耿儿臣病房 我常常跟很多人说 你要了解 连长大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